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 不服气啊 就你这细皮嫩肉的 能经得住几下 跟着秦晨的废物 能得到什么好处 不如跟随本公子吧 保管让你吃香的喝辣的 还想着秦晨来救你呢 到时候他自身难保 我听说 你和秦晨吃住都在一起 形影不离的 那你肯定知道 秦晨的实力怎么突然提升了这么多 快点告诉我 否则我让你好看 你别执行我乡了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嘿嘿嘿 竟就不吃你吃法酒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不错 我快過了 你啊 我快要不要走 你快跑了 我快跑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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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毕竟是我弟弟 我也不想让别人说我以大欺小 你现在跪下 磕头认罪 让魏震再打一顿 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我也会不计前嫌 放我们离开 否则的话 你找死 大哥要出手了 简介 你大概人际巅峰的修为 几败秦晨还不是 一如反掌 今天撞在我手里 算你倒霉 这 这怎么可能 消耗只是皮外伤 午餐和剑脉都没事 起来吧 小心 大哥 为什么会这样 他明明连血脉都没有觉醒 为什么会这么强 我已经给过你一次机会了 你以为你接住我一拳 就有和我谈话的资格了吗 今天我就让你知道 你我之间的差距 那可是一条无法云越的红高 你大哥人际巅峰的修为 打败秦晨还不是 易如反掌 无相神权 荒山俯虎 许章生事 我更加热 我本身跑得了 你不想让他 你也是 你不想让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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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想让他